哇!它會停在我這裡嗎? 酷喔! 海膽蟹黃干貝整顆海膽 然後這個超特別的 牛舌 厚切牛舌 厚到中間可以切開裡面 再塞那個叫什麼 蔥鹽 這個油花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經過了 2009年 真的假期 它是周圍 超過了 可能就在從西方 可能江城 或港 或南 有可能 我需要 還是我返想 reference 我會離開多一分 我要吃你的和牛加蔥加越煎蛋 这不好吃吗 这怎么可能不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大家敲碗已久的星河又来啦 在上次出来以后大家都只看你都不看我 对那这次我们来到了逢甲 然后吃这一间扎卡烧肉 我在网路上看很多人都有报道过 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去看 好了今天来这一间那个扎卡烧肉 感觉环境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服 很明亮 然后刚刚那个菜单我有看过 那今天的话我们有总共五个人来这边 然后我等下先介绍我吃的部分 然后我刚才点的菜单的话 他现在菜单蛮特别 他菜单的话现在是有 分成是肉品单点 然后你自己再额外 搭配另外三种的就是有附餐的 套餐 那肉单点的部分都很特别 他有一个是菜单里面有100到130的这个肉品 然后你选三个 就才300块 那我们当然全部都选130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那个 700块的那个圣盒 我等下会介绍你超多东西 而且 大家有看 他现在开始在上菜 因为越建蛋 然后再配 等一下如果再配那个烤牛肉 一定超级赞 然后等一下还有 重点是牛舌跟巧克力和牛 那之前星河有来吃过 他说他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喔 多皮辣椒很好吃 等下我们来吃吃看 我 餐点都到齐了超级超级多 然後我剛才也看這一個 這個是 那叫什麼 伊比利豬月見蛋 是烤完以後沾蛋汁 然後這個超特別的 牛舌 厚切牛舌 厚到中間可以切開裡面 再塞那個叫什麼 蔥鹽 然後這一盤就看起來就是貴的 全部都和牛 巧克力和牛 而且剛剛問老闆 老闆說他不誇張 這巧克力和牛是養到30個月 真的給他吃巧克力 這個油花超漂亮 而且他擺在室溫底下 已經開始融化了 然後這是大推的這個 每次都忘記了 薄皮辣椒捲 對 然後這是胡子的 這個油花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好 和牛三秒翻 其實和牛是烤一面就好 哎呀 對 我要吃你的和牛加蔥加月間蛋 這不好吃嗎 這怎麼可能不好吃 蛤 就一個字 西白好吃 超好吃的 肉是Q的耶 它那個和牛肉是Q的 而且很濃 那你大家這樣看我壓力好大 對 你們吃你們的就好了 然後又加上那個蔥的跟那個蛋黃 把他的那個牛肉醬子全部混在一起 超讚的 超讚的 它的蛋黃很濃啊 然後剛剛這一個 伊比利豬越見蛋 它伊比利豬不輸牛肉 烤完了以後它油花比較多 但是它的油花吃起來是Q又香 炭燒過後油脂 油脂融化在包裹著那個蛋黃的那個蛋液 讚 海膽蟹黃干貝整顆海膽 阿嚕 哇 它會停在我這裡嗎 哇 它會停在我這裡嗎 酷 哇 來啦 巧克力和牛 它每一個油花都超讚的 還有剛剛他們大堆的 裡面有包剝皮辣椒的 哇 哇 這麼多油 巧克力的和牛來啦 這是一個來自中 欸 宏甲 來自宏甲夜市的和牛 哇 真的有巧克力的味道耶 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啊 牛肉味很濃 它巧克力和牛的 比那個原來的和牛的牛肉味更重 然後油脂更香 超讚 然後這是剛剛他們 新河非常推的 欸 鍋皮辣椒我記得 嗯 超油超好吃 因為它很油 可是它咬下去裡面那個是那個辣椒的那個 鹹香的 鹹辣的味道就跑出來 把它那個油膩都解掉 欸 這真的很好吃耶 你看它就是 沙拉上面撒了一大堆起司 跟這個醬 這看起來就超好吃 嗯 超奶的凱莎莎 超讚 你看這邊牛肉還有一大盤的這個 生菜可以讓你直接夾著這樣吃 清爽又油膩超好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哇 你看上面還有一個logo 紮卡 胡子牛 哇 這個看起來就很不一樣的牛喔 它是胡子 就是它有加一些辛香料去醃 對 醃製 來 你看就是一個美麗的鵝卵石 它是黑的耶 這是烏骨雞的那個吧 它是那個烤起來然後沾這個油 是不是 好痛好痛 好痛 炸蛋耶 它等一下會不會爆開啊 黑蛋蛋 你的蛋爆了耶 來 吃吧 滿滿的蝌蚪 牛舌 牛舌 裡面滿滿的蔥 跟它喇雞耶 它口水好多喔 整個大爆汁耶 它烤得剛剛好那個 又Q又很彈 而且它的厚度很夠 然後咬下去它也有那個 裡面的蔥蓮爆汁 蔥蓮的味道又不會把牛的味道搶過去 嗯 這個的話是 裡面還有包這個 吐司丁 哇 滿滿的起司啊 嘉明 嘉明的味道 嗯 它起司是奶味很重的 然後那個牛肉的油脂又是有點奶味 可是幸好它裡面有包了一個那個 吐司丁 吐司丁有一點弄起司烤過了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種起司的焦香味 整個融在一起 好吃耶 意外的好吃耶 還有它的冰淇淋 而且它的冰淇淋很特別 這個是跟那個 神記青春很有名的那個 甜月亮的這個冰淇淋 口蕾 甜月亮的冰淇淋 好 今天這一間的話就交到這邊 這一間的話我非常推它的 河牛系列 尤其是它剛才那個河牛的油花非常非常的讚 那再來的話它的海鮮系列也都很不錯 很新鮮 而且它有很多那種小品 像是那個月見的那個 伊比利豬沾那個蛋糕 那個真的是超好吃的 然後剛才他們有吃那個 吉佛炸蛋 但是滿特別 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菠皮辣椒 包的那個牛五花 那個真的超好吃 河牛系列裡面我最推是那個小顆粒河牛 那個真的是 它的牛的味道會更爆發出來 今天這整套套餐一下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把影片 把那個店家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啊 掰掰 看到吧 那邊看 看